不過說到拼打炸 檢調打造了破億元的M化車 我們來看到這個詐騙案真的層出不窮 在之前台中警方接獲一個報案 說一個女子呢 因為跟上了這個黃仁勳的人來風旋風 她冒險投入她的多年積蓄要來買美股 但是沒有找正確的管道 她竟然在網路上下載一個叫做 家信理財的app 直接要投資 那麼投資呢 大概是台幣81萬 她到銀行去呢 差點要操作了 還好警方最後防線 成功阻止她被騙 但是總不能每一次都靠警方 一個一個去把她阻斷詐騙 能不能靠源頭來阻斷呢 我們來看到台灣高檢署呢 也擬規劃要來添置科技辦案武器 那這是採購呢 歐規的休旅車 為一個基底所改裝的叫做M化車 赤字是一億多元 看到她的外觀 幾乎跟一般的休旅車 是沒有什麼兩樣 她的正式名稱 其實叫做M化徵搜設備 她運用原理 其實是透過了 群體基地台的設置 那麼手機門號來訊號 去追蹤目標位置 換句話說 就是靠這一台設備 來反向追蹤嫌犯的位置 那她扮演的呢 透過這樣的圖表會更清楚 她其實就是在電信業者的基地台 跟嫌犯手機之間 扮演這個結收器的一個角色 但是法務部推動這樣的一個科技偵查 跟保障法 規範了GPS還有M化車 其實是有法員依據的 但是因為法案現在呢 出現必須要立專法 匯入刑事法訴訟爭議 所以目前是交由立院黨團來協商 不過高檢署則認為 操作M化車 雖然還缺這個法員依據 但是先行採購 其實也不違法 尤其打炸是刻不容緩 提前部署才有利於 法治完備之後的順利接軌